美国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埃文斯日前表示,可以在通胀开始达到平均2%水平之前加息。立场似乎偏向鹰派。立刻使到美元指数明显上升。金价急错,但这不一定引致美国真的加息。 美元及金价升跌指示部分市场反映。美股等多个主要指数继续上扬。反映出埃文斯言论属个人观点。未影响联储局大局。9月22日,美元升至两个月高位。应与埃文斯提到加息英派言论有关。埃文斯将在明年成为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有投票权的成员。 他指出,联储局需要继续讨论新的平均通胀目标,并可以在达到平均2%水平之前,开始加息。但再多的量宽未必会为美国经济带来提振作用。 埃文斯指出,国会不能通过为失业民众,州份及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计划的支持。 美国经济若果不徹底陷入衰退,亦可能面临更长时间和更慢的复苏。财政支持是根本。 他估计,明年底美国失业率将降至5.5%,前提是必须有至少5千亿或1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。 他的观点其实看淡美国经济。别因加息字眼就以为目前美国经济足以加息。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及财长武努欣,回应议员有关联储局为缓和疫情对经济冲击,所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提问。 鲍威尔在书面正词提到。美国经济持续改善,经济活动自次跪低谷回升。很多经济指标显著好转。 楼市及家庭开支均反弹。但就业和经济活动尚未能重返疫情之前水平。 复苏前景高度不确定。只要有需要联储局会动用所有工具。 以支撑经济。武努欣表示,持续与国会商讨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。强调有必要加码纾困。 政府亦准备好与两党协商。鲍威尔及武努欣军觉得美国经济依然不稳。 需要推出更多经济措施及刺激方案。才有望推动美国经济复苏返疫情之前水平。 假如美国经济事件步如飞。联储局点阵图也不会显示2023年维持现时零息。 数日后,联储局副主席克拉里达扬言。通胀达到百分之二之前。 局方不考虑加息。克里夫兰联储银行行长梅斯特指清。 未来几年货币政策保持宽松。也要更多财政措施支持经济。 请不吝点赞 否计划诞。 您的事件在买为宽松。 您的事件在买来的一幕。 感谢观看